今天给宝们录一个藕粉的冲泡教程 有很多宝宝说不会 然后今天给你们录一个 首先像我这么大的勺子放两勺就可以了 这个是正常的量 放两勺 便一定要用凉水去给它冲 就是正常放两勺的藕粉 就要放两勺的那个稀释的水 这是两勺 然后开始给它稀释 第一遍给它用凉水稀释之后 然后第二遍一定要用刚烧开的废水 去给它冲泡 瞬间就出来透明的 那种粘稠的那个状态 天哪 一定要用热水 如果是那种饮水机的话 肯定是泡不开的 太成功了 要的就是这效果 这个重泡的太成功了 现在藕粉有活动啊 宝们六周年电庆原价39块8 给你们发两罐 现在力减10元 格外再赠送一个小碗 可以当饭碗 也可以就是用它来重泡这个藕粉啊 然后我现在来一口 嗯 口感太好了 这个藕粉 特别特别适合给就是爸爸妈妈吃 超级养味 然后坚果超级多 微微的甜啊 如果年轻人想吃甜的爱吃甜的 可以放点那种甜牛奶或者是蜂蜜 吃甜的 妈妈 嗯